刘女士带着七岁大的儿子到南京中央门一家肯德基店里边去消费 儿子在游乐区玩耍的时候一不六神把脑袋给摔破了 刘女士跟店家理论双方就发生了纠纷 事发时刘女士一个人到柜台前买东西 让七岁的儿子独自在游乐区玩耍 等她买好东西回来看到儿子嗷嗷大哭 一问才知道儿子摔倒了 从肯德基店提供的录像可以清楚的看到 刘女士儿子摔倒的整个过程 刘女士找到店家理论 一位负责人在道歉的同时送给小朋友一个玩具表示慰问 但刘女士不同意这样的处理 店家认为他们已经提醒家长 孩子玩耍时要在一旁看护发生意外 主要是刘女士没进到看管义务 围观市民也认为刘女士提出的要求有些不合适 经过众人劝说最终店家同意带刘女士儿子去医院检查 但医药费刘女士自己也应该承担一部分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真得提醒那些家长 你要带孩子出去消费 得好好地看好自己的孩子 不是说在店里边出了事 店家一定要赔 这算是做得不错的 如果他真是不赔你 他有了告知义务 他一分钱不赔你 你还真没辙